台商的地位舉足輕重 台商的地位舉足輕重 當地的經濟政策 還得用台商的經驗來做參考 台灣人真的撩不去 竟然能夠在印尼拒地為王 欸... 欸... 有兩隻這樣耶 對啦... 站起來... 站不上... 站不上... OK 你看... 跑去... 這好像在夜市裡面撈金魚 有沒有...好好玩喔 誰是印尼的石斑大王 那竟然是台灣駐地農業技術團 據說咱們所培養出的 石斑養殖技術 供養全印尼兩億多人頭 欸...加油 有...站起來... 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 好快喔它的動作 它好像身形好像不好喔 不太愛吃喔 它的批發價格是 是...70880... 旁邊 欸...奇怪 印尼跟我們並不是邦交國 為何我們要幫助它 提供它們所沒有的農業技術 你看這個魚的嘴唇 好像黑人喔 我們以面相學來講呢 它一定很重感情 你不要把魚嚇到啦 這魚可能會加人 這是加人嗎 不會啦... 這是加人喔 一連串的疑問 就跟著小媽活走一趟印尼 前去一探究竟 試開定定 因為組織這個節目呢 想把我走遍世界各地 嚴格揭示了許多多 在外奮鬥的台商 這次我來到這邊也不例外 因為呢 據過友人的透露 在印尼當地 有一位十番大王 他不是台商 但是 要見到這個人呢 必須先經過當地的台商 嘿嘿嘿 有沒有看到 抖大的看板 能盡深言 這個台商 一定糾結 嘿嘿嘿嘿 我今天又有好東西可以吃了 嘿嘿嘿 這十番大王到底是誰呢 這麼神秘 還要先經過我們的台商 沒關係 我們先來去看看 這個台商到底在幹嘛的 Let's go 馬上有人來耶 Hello Hello I want to see your boss Yes 這麼好 對你去嗎 他這樣好像軍人耶 我這樣走 Hello How are you Hi Where is your boss Hi Hey Where is your boss Where is your boss Where Yes Your boss Yes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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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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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就是我們台商 怎麼稱呼 請問你貴姓 我姓洪 洪董你好 我是小馬 千島國 印尼是世界人口的第四大國 全國的總人數有2億6千萬人 近年來因為人力的便宜 吸引不少台商錢來投資 像這位洪董 就是19年前單槍兵馬來到印尼 創業打拚的人物 這次為了找尋傳說中的石斑大王 聽說要請洪董幫忙 到底他是哪一位人物 又有什麼本事 可以幫我們世界得定的小組呢 好 可以耶 這是你家 有啦 這麼看耶 什麼辦公室 你看 這部機是7公尺 這會有兩樓了 對啊 平常是你家的勝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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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打球的吧 喔 全部都打球的耶 都打球的啦 打球的啦 打球的啦 打球的喔 你怎麼有一肝筋動 一肝筋動有啊 上面那個都有 一肝筋動 真厲害 好英雲耶 這好英雲耶 你幾個鞋子喔 好英雲喔 有鞋子 你是不是作弊啊 沒有啦 怎麼可以作弊 撇開洪董這偌大的豪宅不談 打球戶從大門口進來 銅槍鐵壁 警備身炎 就只殺少了一批軍隊罷了 這鴻筒也未免在印尼混得太好了吧 沒錯 咱們鴻筒就是靠著這小不溜丟的小蝦米起家 到底這小蝦米是怎麼對抗大均魚的呢 這麼多蝦子喔 好厲害 這裡也說我給你解釋 你好 謝謝 謝謝 你好 現在這個幾十五分 我們一般要來的鞅子 這個主力 唉唷 你請來喔 我們現在來的鞅子 是在飼什麼蝦子 鞅子都飼白蝦 飼白蝦 飼白蝦 我來看 來來來來 飼白蝦 這個啦 這個鞅子 鞅子在鞅子 現在鞅子在鞅子喔 對啦 這裡裡面有鞅子嗎 有啊 有鞅子在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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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看 我第一次看 欸 這裡有兩隻這樣 站起來 那鞅子在鞅子 鞅子在鞅子 那鞅子在鞅子 那我們有鞅子在鞅子 鞅子在鞅子 這不是一斤鞅子 鞅子嗎 鞅子在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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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一撈撈兩隻 剛才喔 這隻是鞅子 這隻是鞅子 開始了耶 這怎麼有鞅子 這已經鞅子 已經鞅子 這隻鞅子 這隻鞅子 喔 因為我剛才在看的時候 你把它放起來的時候 那兩枚又是這樣 站起來這樣 疊起來的 兩枚是疊起來的 因為這是 啊 在這裡 大概是這裡比較 因為它的筋頭已經沒有了 筋頭已經沒有了 它的筋頭是這裡 嘿嘿嘿 啊 水裡在裡面 對 剛剛我再放在那裡 這樣喔 啊 放在這 這枯頭裡面 當然什麼 不一樣的 第一 水是怎樣 水是差不多的 第一次補充要改成的 穿起來 對 補充要溫點 不要受到外來的干擾 你會怕到嗎 不要受到 環境太大變化就不會漏 這樣喔 還要放他人家 放電影 應該不用啦 冷咖啤 不用啦 說到宏董的搖錢蝦 陳大哥可是煞費苦心的伺候 第一 水溫不可以太高或太低 第二 燈光開暗或太亮也不行 看看這些蝦住的地方 跟紅豆的豪宅比起來 大很多耶 觀眾朋友啊 你說他的名字是好啊壞啊 你看看… 整個這樣黑黑的 好像小芝麻一樣的 全部都是蝦 這整池都是喔 對 這豬差不多有300萬喔 這豬差不多有300萬吃 對 你這樣子剛搖起來啊 像這樣子有多少隻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 當然 你怎麼看 這個是經驗啦 我來猜好不好 好 這邊大概有… 3000隻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啦 真的喔 這邊差不多可能… 這個比較大隻 這邊差不多可能800隻左右 800隻 對 所以你經驗就來看 然後你大概看出一區 大概有幾隻 然後有幾區這樣子 給它刺白蝦 還有什麼泰國蝦有嗎 沒有啦 這裡都刺白蝦比較草蝦 白蝦比較草蝦而已 它都銷哪裡去 沒有 都銷日本蝦喔 日本蝦喔 對 成蝦平均一碗 可以產下20萬隻的蝦苗 照紅農的說法 一個禮拜出貨兩趟 結算下來 也就有40萬隻的產量 但是以印尼的總人口來看 就算蝦子生到經紀人亡 也不夠吃 由此可知 紅農當年就有先見知名 早知道養蝦這一行 在印尼當地會有無限的商機 東口來這裡的時候 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以前來很困難 很困難 來一點啦 電話啦 什麼話 那種交通方便都很不方便 語言也是不方便 但是我們是台灣人 到底被來印尼的話 不能夠說 真的喔 他們怎麼不會講台語 真是很糟糕 真的糟糕 你當初來這裡 是怎麼選到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我就看一看 印尼這個地方 這個東條花這個地方 看起來 水質啦 比較有適合我們養蝦 環境啦 溫度也好啦 比較適合養 對對 就來這邊 當年絞盡心思的紅棟 發現只有印尼這裡的水域 最適合養蝦 便開始在此投入 所有的心血努力 如今因為年紀大了想退休 所以將兩甲地大的養殖場 轉交給陳大哥管理 其實另外還有兩甲的土地 也因為沒有空照顧 改租給同鄉的人養魚去囉 這... 你在飼什麼 這是蝦班 蝦班準備好嗎 順便 ไ m 是啊 我就是任何 尿娘 건�u Their health 又 있거든요 這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我們紅棟就會租了這個地給他 讓他來養蝦班 聽說他是印尼 當地的也是華僑嘛 對 這樣我說台語會通嗎 對 通 欸 老闆 站住 站住 這年輕人真的厲害 我們洪董呢 就是租了這個地給他 讓他來養石斑 聽說他是這個印尼當地人 也是華僑嘛 這樣我說台語會痛嗎 台語會痛 你這裡吃的都是豪斑喔 是豪斑 是豪斑喔 怎麼會這麼小吃 這對兩塊錢 花了吃到十二公分 十二十二公分 這樣就可以吃了嗎 對啊 十三公分就可以吃了 你現在做什麼 這樣燙一燙 燙一燙 燙一燙 這是多吃的 十二公分 十二公分 它蒸得比較少 好... 等一下再出 我可以把它放上去看嗎 可以 OK 你看 跑掉... 這好像在夜市裡面撈鯨魚有沒有 好好玩喔 但是撈得自己有沒有 老虎般 小隻的 你看看 聽著阿光說的一口流利的台語 跟小媽婆對打如流 實在很難想像 他竟然是在印尼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反觀 現在台灣社會有多少的年輕人 從小被父母送出國念書 回來根本就忘了母語該怎麼講 實在是給他很糟糕 想想阿光這小子 還真是不忘本 咦 這一池裡面啊 怎麼都這麼小吃 放在這裡要做什麼 這是你針油 針油消毒一下 針油啊 針油啊 不怕的 今天我們就要三針 喔 這樣喔 這樣魚比較不會破壞就對了 沒有啦 是說酒有時候 這個水有五倍有時候有分 要消毒一下 要消毒一下 喔 有聽說這個魚會生的寢生蟲嗎 這樣消毒就不會了 這是加水啊 我們是說那個 我們平常是在吃的 我們在吃的 對啊 這水清火的水啊 這樣不是淡水 對啊 這不鹹的嗎 這不鹹的啊 這樣魚比較不會破壞 這不是海水嗎 不是海水 那你也會破壞 這不久啦 這兩分鐘而已 這兩分鐘喔 這兩分鐘喔 這樣喔 這兩分鐘 再來 加到鹹水 加到鹹水裡面就對了 如果你以為養殖漁業 就只有把魚丟到水缸 餵餵飼料而已 那你就大錯特錯啦 其實裡頭的學問才大呢 阿光說 每一種魚都有它不同的習性 跟餵養的方法 當初 他也是從什麼都不懂的家貨 一點一滴自己慢慢摸索研究 把魚喵銷到各地去 這一群 這不是石斑吧 這什麼魚 這是 金馬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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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鱸魚 鱸魚 這麼大一圍喔 現在 這怎樣 要撈起來給我看是不是 對 我看好爛 我愛牠跳 牠跳 阿這個是種魚嗎 這是魚腿 魚腿啦 對啦 魚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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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剛才在討論 你這工具裡面 在餵魚 在幫你餵魚 怎麼全部都男朋友 啊 都是金魚 都是你的朋友 不是啦 不是喔 金魚就要騎男朋友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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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子比較粗手粗腳的 把這些魚傷到了 那女孩子呢 比較溫柔一點 可以照顧這些 你看種魚有沒有 哇 這很大隻耶 這裡面有什麼吃 這有 一百隻 一百隻咧 這有一百隻 啊 這都沒在賣 沒在賣 這好像種魚要生小孩 要生小孩 要生小孩 這一年可以生多少 這不是一年啊 一狗還生兩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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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面有工的 工的是水舌 工的是水舌 工的水舌 比較水舌是工的 沒有的比較大隻 沒有的比較大隻 那工的餵魚就對了 一樣 做一塊 做一塊喔 做一塊 那在哪裡 有啊 你看看比較水舌 那就是水工的 喔 水舌 水舌 這比較大隻 就水舌 回想阿光在印尼土生土長 還能夠說著一口流利台語的同時 也令人擔心起 在此努力打拚的台商們 他們的孩子 是否可以好好接受台灣的教育呢 據說 在四水這裡就有一所學校 是特地為了讓台商子弟 能夠好好完成學業而設立的 大家這邊有點苦心感 因為我離學校這麼久的時間了 但現在呢 我來到的是這個 四水台北國際學校 看到我們這邊居然還有 台北國際學校 我現在進去 要抱著一個學生的心態 雖然我已經是大哥哥了 好不好 哇 哇 忽然有貴族學校的感覺 一進來 冷氣就很強 哇 而且你看到沒有 這讓我有很多的回應耶 小學時候啊 我的照片 常常出現在這種公布欄上面 你不要以為我是做派事 我是成績優異 好不好 但是下一張公告欄上面的 就是做派事 對 你看到沒有 這小學生這邊 常常會有一些那種 標語啊 說一些好話啦 什麼聲音 你看 結果在學校裡面還有disco 玩過場 真的有人在上課耶 而且裡面的冷氣更冷 我們趕快進來吧 嗨 哇 看到好多 這應該算是大同學啦 這應該不是小朋友 老師有沒有 很認真的在教導 這根本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搖頭 還不玩笑 我們來看看 還要轉耶 嘿 老師這什麼舞蹈啊 非洲爵士 非洲爵士舞喔 其實台商到外地來工作奮鬥 通常都是孤單一人 與其說這學校是給台商子弟 一個學習的教育環境 倒不如說是給台商一個 跟家人團聚的好機會 如此一來 也免去以後一家人 隔海相忘的相思之苦 你們是幾年級的學生 七年級 七年級 國小不是只到六年級而已嗎 為什麼會有七年級 沒有 那七年級同學 為什麼你比他長得比較矮一點 你到底有沒有在運動 有啊 真的喔 你來多久了 來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那你會不會講印尼話 一點點 用印尼話自我介紹一下 來 不會 你要講說印尼話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吳玉生 吳義 吳玉生 吳玉生 你覺得講印尼話 大家好我是吳玉生 不會講 真的假的 不會講 你不是說你會講一點點 講平常的而已 自我介紹不會 自我介紹不會 平常怎麼講 你好怎麼講 喂 你好 很沒禮貌 小孩子 看到別人要講你好嘛 TELIMAKASI 是不是 TELIMAKASI 謝謝 那 當常被吐槽 誰會講印尼話的 我們都會講一點點 都會講一點點 那你們都來多久了 他來十幾年嗎 那你們呢 十一年 十一年 有沒有常常回去台灣 有 你們之前有沒有在台灣念過書 有 我一歲就 我爸爸媽媽媽就把我來這邊 一歲就來了 那你有沒有常常回台灣 有啊 一年回去一次 有沒有覺得哪邊比較好 你喜歡哪一邊 我喜歡印 這是我第一次 為什麼呢 我喜歡這個學校 喜歡這個學校 喜歡這裡的環境 我發現 在這裡念書的學生 似乎感情都很好 我想多少都跟他們 在外地念書有關吧 在語言不通 文化無法交流的情況下 心情不好時 想要吐個心事 除了爸媽之外 就是同學了 想想 這也算是咱們台灣人 另一種團結有愛的表現吧 我們學校的教學方針 還有課程教材都以台灣同步 唯獨比較不一樣的就是我們 加強重視英文以及印尼文 這兩項 結束了重溫兒時回憶的校園之心 小麻婆還要繼續尋找 傳說中的印尼石斑大王 之前造訪過我們的邦交國 史瓦季蘭的台灣農技團呢 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過沒想到 在台灣的鄰近國家印尼 也有台灣技術團的存在 這很奇怪 這史瓦季蘭是我們的邦交國 印尼又不是我們邦交國 我們幹嘛派技術團來這邊呢 這些技術團又來這邊要幹什麼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Let's go 在這裡你看 台灣駐印尼技術團有沒有 底下有一排這個 海水魚養殖發展中心 這不是做農業的嗎 還有養魚喔 來看看 這裡有... 魚池... 來... 這裡水滑滑滑綠色的 怎麼說... 自己先起床 不好意思 你台人嘛 怎麼稱呼你 我姓陳... 你應該是技師嘛 技師 你好... 我小馬... 小馬哥 不要這樣說... 來這邊啊 因為我以為這邊只是種植這個農業技術 這邊還有漁業喔 對... 我們這邊這裡除了農業以外 還有這一代漁業跟水產養殖業 比較多 水產養殖業 對 水產養殖業 那我現在在看這個池子裡面 剛剛有魚 這邊這裡這是耳料生物質 耳料 為什麼 是怎麼說 這是魚材的本心靈 對 先要吃一種小的 就是微細的耳料 微細的耳料 所以這裡就是養耳料的 對...養耳料而已 對 然後給魚苗吃 吃到到大的時候 還放養到我們海外去 外... 對...外海的那個香網染池裡面 小馬我常在想 搞外交這個東西 與其給他魚 不如叫他如何釣魚 不過我們跟印尼明明沒有邦交的關係 為何要教他們釣魚呢 這樣一來 我們台灣的技術 不就被他們學光了嗎 誒...這究竟是怎麼個教法 印尼實在 實際上是沒有邦交的國家 不過我們一直在維持這種 實質的外交關係 目前是這樣 因為實際上 我們台灣是一個島國 那麼地方也不大 那麼... 一直在水產養殖業 很重視的就是一個環境 那麼... 譬如說水質啦 譬如說污染啦 那麼基本上啊 台灣有很多的這個種類啊 譬如說蝦啦 魚的這方面 有些已經 對整個環境來講 已經不適合 還有在... 當然也考慮到這個養殖的成本啦 譬如說工資啦 那麼因此啊 我們有... 這些已經在台灣 可能... 也比較... 放棄掉的一些養殖技術了 我們就是想把台灣的經驗 能夠移到印尼來 那就是... 透過我們這個... 技術團的一些專家啦 把這些技術啊 轉移到印尼的這個養殖的產業上面 來... 輔導他們的漁民啊 也是讓他們的漁民啊 能夠在... 養殖的收益能夠提升 原來這支農技團 在當地傳授農業技術 已經有三十年的時間了 不過他們 不只是包海還包山 連農業生產技術 也是我們輔導的項目 因此就連印尼當地的政府單位 也全力配合 甚至還有各地的高中生 大學生前來觀摩學習 有 那一間一間那家嗎 那不是... 那不是船屋 船屋 那魚是那裡嗎 魚是那裡 那一瓶也沒有 那都在鄉王上面 這樣喔 好 船來... 走... 走過嗎 走... 走... 我們搭船過來就對了 好 來 搭著建博船 往外海出發 看在海平面上 一大片一大片的鄉王養殖 心情也莫名的興奮了起來 可能是因為難得在異地 還可以看到 這樣熟悉的家鄉胃牌 好多魚喔 看得好清楚喔 對啊 走走走 我們上去... 謝謝 謝謝 真的好誇張喔 這種鄉王養殖 在台灣的日月潭 或是水庫 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通常都是放在很平靜的湖泊上 而印尼厲害的就是這裡 海域風平浪靜 根本不必用太好的養殖工具 就可以養活魚種 在這樣天然環境上的優勢 但是還真讓我們羨慕 望著這些台灣的鄉王養殖 想把我心裡不禁想起 把這些高經濟價值的魚種 放在海中間飼養 距離陸地又沒有很遠 這樣會安全嗎 此時眼前的船屋 解答了我的疑惑 在這裡 哇 欸 欸 欸 有一個人在這裡耶 阿撒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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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跟他講你好耶 我會講耶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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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安革,那些是顧鱼的啦 哦,所以這個屋子是他平常都睡在這裡? 因為你不是照顧在這裡嗎? 如果是晚餐,就不是 他只到下午,因為下午到晚上還有別的顧鱼的 有換班? 有換班 所以晚上的時候,人家就要住在這裡 那平常的時候,他們就除了餵鱼,顧鱼,然後就睡在這裡嗎? 他這個也可以睡修在這邊,也可以當倉庫 也可以當倉庫 你看,他這個啊,有特別電影的這個東西有沒有 感覺上這是像一張面穿 然後呢,他把漁網放在那邊 其實呢,如果不怕髒的話,整個人倒上去 還蠻像那個有沒有,藍骨頭的那種椅子有沒有 很舒服這樣 然後呢,在這個海上面又有這樣輕微的搖啊搖啊搖啊 好像小時候坐那個嬰兒的床有沒有 阿嬤那邊推那個床 但是會搶吐耶,因為推太久了吧 這,你會不會暈船啊 阿嬤啊 阿嬤啊 阿嬤,如果是在那邊三個月 已經不會了 你多大年紀了 阿嬤,你多大年紀了 阿嬤,二十五歲 他看起來很善良很乖的感覺 不過呢,他也許可能有想過要偷魚 你有沒有想過偷這邊的魚啊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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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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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阿嬤,你不能 從他上班到現在到然後 都沒有人來透過 為了方便照料這些身價高檔的魚種 農技團還另外安排人 在旁邊的船屋負責看管 就怕有不明的人士企圖對魚下毒手 不過說到船屋上的生活 小馬我倒是不敢領教 光是剛剛訪問那一小夏 我就晃得暈頭轉向了 看來要在這裡工作 還真的要有兩下子 來來來,記事 你現在帶我來看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石斑魚 石斑魚 老虎斑 老虎斑喔 對,對 我叫他才會騎 不可能喔,你叫他騎 來,摘到老虎 快點喔 有了,騎了 騎了,騎了,騎了 有了,我看到了 好快喔,他的動作 這是多少個月了 這是四個月 四個月的魚喔 五邊差不多 我們去差不多一十公分 五分拐貸這邊就對了 你看蟒肉 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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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塊天氣都能跑 陳記事說 印尼素有千島國之稱 島嶼海灣特別多 讓海域是風平浪靜 這樣天然環境的優勢 隨便養什麼魚都可以活 光是這片向往養殖區 就有好幾十種魚 別說是龍膽石斑 你要什麼斑就給你什麼斑 什麼魚 這一口養的是老鼠斑 老鼠斑 最好的 對啦,來來來,我要多巴結他一下 再餵他一點點 他好像身形好像不好,沒什麼要吃 沒什麼要吃,因為他越大隻 他的食物量沒有很多 食量不會很多 他生得很奇怪耶,好像雞性魚魚一樣 所以我們叫做,對對 他叫做另一個水名叫做駝貝爐 駝貝爐,那這些老鼠斑都銷到哪些國家 他們本身都是銷到這些東南鳥 華人這區區的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是我們華人本身 整個吃魚的食品實習性來講 申文海鮮是華人最適合的 閉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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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7個代表我這個 現在目前,我是代表,我是沒什麼知道的 我知道,鳥七班 鳥七班本身在香港七月份 七月份,七月份他的批發價格 是708塊港幣 708塊港幣 可以吃大雜蟹了 他才是只有批發價 而不是餐廳價 餐廳價,餐廳價可能更貴 在這一大片相往養殖區裡頭 每一區都有他自己特地放養的魚種 其中一區還聲布一項秘密行動的 重大責任 這裡有那個耶 好漂亮的魚喔 這什麼魚 這是什麼 那個蘇美魚 什麼魚 我們一種叫做蘇美魚 蘇美 印尼他們是屬於他們的國寶魚 國寶魚喔 很貴嗎 算是喔 有的喔 就是會叫本身 就是喔 在... 在... 給你口罩 香港你們整個 整個火法的鮮裡面 他們不是只有這邊有嘛 沒有啊 整個東南海地區都有 海域都有 都有對不對 對... 他們的價格的話 比石斑的老虎斑更貴 真的嗎 對 比老虎斑更貴 老石斑 然後我記起來 這是第幾區 第三個 好,就是這個 晚上自己一個人 由外方網子撿破 然後把魚帶走 在這邊現在是 已經大量在生產了嗎 沒有 我們這邊的話 這裡 這個機器產本身的話 就是說喔 它有這個經濟的價格嘛 對 所以喔 我們直接試鮮 試驗 試驗 試驗的階段 試驗中 要說 試多久的時間 要怎麼試 對 要怎麼試 對 要怎麼試 一年要收幾次的那個 對 我們要照料 成本腳 可以更好 然後我們等幾公斤 讚 這漆漆一定會成功的 謝謝 一定會成功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在台灣 你要知道養殖的蘇梅魚 是很難得的 不是台灣不研發 而是水溫不合 沒有辦法養 所以在台灣吃蘇梅魚 就只有給印尼人 共搬娜的份囉 到底未來有沒有機會 嘗到印尼國寶魚的滋味呢 這就要看我們的成績師 他的努力囉 種魚在這裡就對了 對… 好… 太大了 這差不多有半公斤了 這是一公斤嗎 有 百公斤一公斤 百公斤 這魚是從哪裡來的 這… 有兩種 兩種 一種 他要三千斤魚 人工本身在刺 刺到無情 可以說大型 四千斤 這魚 直接由海鱗捏起來 由海鱗捏起來 捏起來 捏起來 捏起來就這麼大了 對 比這個小一點 你看這個魚的嘴唇 好黃黑人喔 我們以面相學來講 他一定很重感情 你講… 你講… 你講怎麼 好像要刺到刺這樣 這樣 黃黃這樣 沒有… 他本身那裡 他本身真的有這麼說的 這是針我們剛才要清斤了 清斤 清斤就對了 現在我們牽著 如果我們要加針 都會有很多味 也會有很多味 現在水比較淺 比較淺 清斤就對了 清斤就對了 這樣 要不然平常的時候 這個水位有到那邊 你看喔 對 那裡有那個痕跡有沒有 牆壁上有痕跡 平常養這些這個 老虎般的話 水要那麼高 要不然那個大牌的 牠本來是這樣對不對 牠倒著油了 因為太淺了 剛剛你採摸 對啊 那天喔 那天喔 這附近喔 好滑喔 好可愛喔 我跟妳做朋友喔 一天喔 這個時候 我們有起骨子 起骨子 起骨子 那天喔 比較淺 沒有耶 如果沒有呢 有的時候喔 很壞 很壞 唉唷 你不要把魚嚼到啦 這魚可能會加人 這會加人嗎 不會啦 不會啦 這會加人喔 魚本身說起來 跟我們一樣 跟動物一樣就對了 看到這些種魚 體格壯碩的模樣 好想嘗一口喔 隻貝一定一技棒 我是說喔 種魚的任務 就是生小魚 這罐的汗燥鐵定很會生啊 等到小魚長到差不多10公分左右 也該出海去體驗一下 相亡養殖的樂趣囉 他們這一直一直都養很多小魚耶 哇 你看都騎在那邊耶 好多喔 你不是小馬嗎 你怎麼會來這邊啊 你怎麼來的 我來這裡還有Benz喔 你好… 待會兒幫你簽個名喔 好 你怎麼會… 你是台灣來的喔 對啊… 我是台灣特地來這邊 我來八個月而已 來八個月而已 來… 年輕人 你這麼小來這邊打工喔 我… 沒有打工啊 我… 沒有… 我又不賺我打什麼工 來這邊當然是當替代義的啊 當替代義 對啊 你來這邊是做當兵 對 我來這邊是當兵的 我們是另外一種叫做外交替代義的 就是到國外的技術團來合 就是來服務的 來服務 對 怎麼選出來的 是你本身學這個的嗎 漁產的嗎 我們本身是做水產養殖 所以… 所以就派來這邊了 算說有技術 是啊… 這個需要抽籤嗎 當然需要啊 我是運氣比較差 才派來這裡的 屁蛋啦 有些人運氣比較不好 我還帶到什麼… 什麼非洲哪裡去了 那人家怎麼叫你 小豬 小豬是不是 小豬不錯啊 小豬今年幾歲了 今年26歲了 26歲 那來這裡 你說來這裡多久啊 沒夠位啊 有沒有要起來做早操嗎 什麼的啊 早操不用啦 我就… 平常下午跟工人 玩玩球而已 沒有 就是… 不用做什麼操 玩球 你有自己帶電動來這裡送嗎 有啊 多少啦 多少 有上網嗎 沒有沒有 沒有 都沒有這個 又沒有啦 又要說我絕對不騙人 我真的沒有上網嗎 這個… 外交部跟… 跟國防部 堅決… 堅決反對替代義男 就是做這種的活動 是… 所以都沒有 都是做正常的活動 真的… 就是… 跟女生出去走一走 玩一玩而已 覺得沒有不正當的 射擊活動 什麼射擊活動 我沒講到射擊去 不是… 你這意概迷章喔 沒有不正當的活動 沒有沒有… 但是有沒有講真的 有沒有這邊覺得 這邊當地人好不好相處 還不錯啦 他們當地… 當地的民風滿熱情的 那讓你這樣不做 替代義還可以 把你之前在學校所學的東西 在那邊運用一下 還可以 來這邊有沒有學到更好的技術 技術… 算是… 之前都是學從… 那個書本上嘛 那現在是…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我爸媽還有我的家… 我的家人跟我親愛的朋友 我在印尼過得很好 希望給他們很放心 正因為我們台灣人這股熱情 印尼當地政府 對台灣農技團 一直保有非官方的認同 就像這次 我們剛到印尼過關時發現 拿台灣護照 不僅暢行無阻 一路上也沒有多加刁難 我想這些應該都是跟台商 跟農技團的功勞吧 你們農… 農技團這樣每天都有吃飯可以吃 那我也要來加入農技團 喔 沒有 這個話齁 剛好是因為是我們的… 馬哥過來 喔 別這樣說啦 有真假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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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幫我打包兩尾回去 喂… 我可以啦 這個是怎樣 這是今天要招待我們的 對… 真的耶 謝謝… 因為我們要來品嘗看看 我們這個… 我們也是希望啦 說起來齁 吃的時候 我自己這裡有東西吃過 我也不知道齁 才很好的 只有齁 外來的人 才一定要知道齁 它的好吃 它的美味 對對… 但是聽說今天這幾道魚的… 的料理 好像是大嫂做的 對對… 對對… 大嫂大嫂大嫂 你好… 請問這道魚啊 我們這個老虎斑 是用怎麼做的 油下去淋嗎 對… 因為是現買現賣 因為剛剛寫齁 清蒸完之後 就直接下去清蒸完之後 就把調味料 那些配備 就把它淋在上面 把它淋在上面 對… 然後就把燒個熱水 熱油把它淋上去 試試看 試試看 欸 好吃 而且你知道那個油啊 因為我平常不太敢吃很多的油 可是這個魚吃下去之後 混合那個肉裡面 不覺得它很油耶 是 覺得那個油片的一種高湯 混合在這個老虎斑裡面 對…有沒有 沒有 馬上就這樣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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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感覺上的話 真的是比我… 比我…你的感覺 比我更真實了 不是… 你知道嗎 這個… 這個肉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麼好吃呢 這個肉 我一直搶不起來那麼大塊 真的要銷那麼快 大塊一點 而且你知道它刺很少 對… 沒什麼刺啊 對… 所以為什麼它本身的話 價格… 對… 對… 你知道什麼叫入口即化嗎 那個肉汁啊 的彈性 一到嘴巴裡面 你用舌頭輕輕的把它一捏 散開來 整個肉汁擠進你的 混合你的口水 唾液直接推下去 太好吃了 所以為什麼 你看我的手指頭 你看不自覺的 還一直放在這邊 起碰我 太好吃了 但不自覺的 這不是我條工夠的 太好吃了 老虎般肉質香甜Q化 老鼠般口感綿密細緻 這魚肉一入口 相互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印尼石斑大王 正是默默在此奉獻 30年的台灣農集團 這群人用專業的技術 造福了成千上萬的人 這個讓我以咱們台灣人為榮